狼来了 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男孩 他住在一个安静的村庄里 村子里的人都有羊 小男孩的工作就是放羊 他要保护羊群,不被狼吃掉 放羊很简单,但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真无聊,小男孩说 我想来点刺激的东西 突然,小男孩有了一个主意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张开嘴大喊 狼来了,狼来了,救命啊,狼来了 整个村庄都听到了小男孩的喊声 他们停下了手上的工作 每个人都很害怕 村子里的人向小男孩跑去 狼在哪儿,狼在哪儿 一位老人问 一位妖人问 但是,狼没有来 小男孩捉弄了大家 村子里的人都很生气 第二天,小男孩又在放羊 昨天真有意思 他说 我还想玩 小男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大声喊道 狼来了,一只又大又吓人的狼 狼来了 小男孩的叫声又大又清晰 救命啊,狼来了 每个人都停下了手上的工作 每个人都很害怕 他们跑向小男孩 狼在哪儿 那位老人问 但是,当然没有狼 小男孩又一次捉弄了大家 如果没有狼 就别喊狼 他们喊道 那天傍晚 小男孩准备要回家 突然,他听到奇怪的声音 是一只狼 小男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用尽全力大声地喊 狼来了 一只大狼 救命啊,狼来了 每个人都听到了小男孩的叫喊 但是,他们以为 他又在搞恶作剧 所以,没有人理他 狼追赶并吃掉了羊 第二天早上 村里的人都出来寻找小男孩 羊呢?发生什么事了? 夫人问 狼来了 我大声叫喊 但是,没有人来 小男孩喊道 当你前两次说狼来了的时候 狼真的来了吗? 老人问 没有 小男孩尴尬地说 那么,为什么当你真的看到狼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你? 老人训斥道 没有人会相信说谎的人 即使他说的是实话 小男孩尴尬